我想在不同的阶段 你要学习自己不同的人生方向 令自己没有后悔 在这个阶段 对我来说 家庭是第一位 照顾好家人 照顾好身边的人 是很重要的 见到他们很健康 很开心 我自己也很开心 我觉得要达到这一点 照顾自己也很关键 很小心自己的饮食 适当的休息 还有保持自己的心境开朗之外 我想护肤也很重要 一般人日常的生活都是很忙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如果能够在家里 就会是最理想的 可能都是十几二十分钟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想也给了一点点时间 自己去放松 去享受这个空间 我想你要身体好 你才能照顾身边的人 你要自己保持开心和有正能量 你才能令身边人的开心 我都很希望他有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